事故发生一年 失去挚爱 醉心之痛 家属诉说 满满思念 他弟弟 那个 你放心的非吧 我会照顾好爸爸妈妈的 赞美他的话 比藏在我口中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如今只能透过影片追忆 留下的伤者及家属 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真的是不希望 再有跟我们一样 发生不幸的事情 家属很希望 所有改革能够兑现的 一个重要的事情 成立一个台铁监督改革的 官方监督机制 把台铁怎么样 挣脱僵化往后 能够更灵活的 来运作满足顾客的需要 安全的要求 谢谢你们 在确诊期间给予的最大的支持 家属送上结梗花 代表永恒的爱 谢谢各单位 陪伴他们走出绝望 第一线的救难人员 在犹如人间炼狱般的车厢里 不停的来为传说 七六行者 好几天 没有合眼 师兄师姐 志工们 感谢 所有的人 能够祝福 这个家属 能够 及早走出这个阴霾 恢復正常的生活 旋律夹带祝福 将四十九位逝去的家人 比喻为天上美丽的繁星 为改革台铁带来希望的光 大海新闻 县山李建宽 台北报道